第四节 投资协议主要条款 这个内容比较重要 大家要掌握 投资协议的概念 在这里投资框架协议和投资协议 那么这两个词呢 我们在前面都遇到过 好 投资协议的常见条款 我们要掌握每一项条款 它的概念与基本内容 那首先是估值调整条款 那就说我之前估值了 后来又进行了上下的这种调整 优先认购权条款 第一拒绝权条款 随授权条款 反贪博条款 保护性条款 董事会席位条款 回授权条款 包括脱授权 那这两个我们要进行一个区分 另外 尽业禁止条款 保密条款 排他性条款 这些条款 他都是在保护谁的利益 这个我们需要知道 另外有的时候呢 在这个条款当中 谁是占主动的这一方 我们也需要把握 首先来看 股权投资基金 在完成初步 进职调查项目立项后 启动正式调查之前 一般跟目标公司 签署一份投资框架协议 那关于这个内容呢 就是在这些步骤当中 哪一步骤我们需要签署投资框架协议 我们在前面 学习那个流程的时候都学过 那么投资框架协议呢 有时候也叫称为投资条款清单 那就说它不是个正式的投资协议 但是呢 它把这个将来的 我们要跟对方签的这个投资协议中的主要条款 列出来了 好 它又叫投资备忘录或投资一项书 一般情况下 除了保密条款和排他性条款之外 投资框架协议内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大家注意 这一句话 我们在前面讲 那个整个的这个投资运作 这个流程的时候 就已经讲过 好 它包含了 该次投融资的主要条款 其实我就是把未来啊 我打算跟对方签投资协议的时候 所涉及到主要条款 我现在列出来 列完之后呢 在这里这些条款 将来就会成为谈判的这个基础 我就针对这些条款将来会跟对方去谈判的 那么将来我们的正式协议中也会出现这些条款 当然了 那这些条款是不是说我就不能调整了呢 当然它不是个正式的协议 当然可以调整 那么再进行 投资框架协议谈判的时候 投资双方主要是围绕哪些方面呢 肯定就是针对这次投资而言 非常重要的方面 双方要进行一个这个谈判 首先就是投资的价格 这是双方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出售的股权数量 包括保密条款 锁定期条款 业绩要求退出安排 那这里为什么会涉及业绩要求呢 就是说我对这个对方投资 如果说你业绩达不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我可能就可以要求你把我手中的股权回购回去 好 另外就是其他一些条款 其他一些条件就跟业绩有关的 另外就是费用承担条款的 也就是这些核心条款 重要条款 双方都非常关注的这些条款 来进行谈判 那么在这里呢 常见的一些条款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估值条款 估值调整条款 优先认购权条款 在这里就要关注 谁有优先认购权 第一拒绝权条款 这个含义又是什么 然后随授权条款 反贪博条款 保护性条款 这个是保护谁的 什么内容 董事会席位条款 这个很简单 回授权条款 脱授权条款 敬业禁止条款 这个呢 我们要把它跟合同法的规定 可以相对应的去进行学习 然后是敬业 然后是保密条款 还有排他性条款 那首先我们来说估值条款 估值条款 那就是投资系统 最重要的条款之一 为什么呀 它影响到谁来控制公司 包括公司出售的时候 每个股东能获得多少现金 那么这些问题 其实就是 它涉及到控制权 以及收益权的问题 是投资者最看重的两点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估值涉及到 投资前估值 投资后估值 投资前估值 那就是 接受我们这次投资之前 那这个目标公司 它的价值是多少 投资后的估值 我们这次投资之后 它的价值是多少 那投资后估值 等于什么呢 等于 投资前的估值 加上什么 这次的新的投资 这次的新的投资 这样算 好 相当于投资前估值 加投资 等于投资后估值 那估值条款呢 一般会约定 股权投资基金的 投资方式 创业投资基金 通常是 以可转换优先股 可转换债券 或者是普通股 为投资工具 以增资方式投资 这个投资方式 实际上 我们在第一章当中 就已经学习过 股权投资基金 这个创业投资基金 和并购基金 它的投资方式不一样 创业投资基金 增资方式 那么这个并购基金呢 它实际上是 主要用普通股 作为工具 用取得这个控股权的方式 来进行这个投资 好 那么可能是多种投资并存 下面呢 我们来以一份 投资框架协议中的 估值条款 来进行说明 看看双方 就是在投资框架协议当中 我们列出来的估值条款 是怎么去进行界定的 某股权投资基金 拟于2016年 以增资方式 注意投资方式 说出来了 投资A公司 估值条约 约定的是 以15年金证券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归属于A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5000万元为估值基础 投资前 适应率10倍 投资前 整体估值 5万元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结合 我们所学习的 那个相对估值法 那就说 净利润 是5000万 那么我估出来的 适应率是10倍 那你说这个价值是多少 那不就是他俩相成吗 完成本轮融资 1亿元之后 股权投资基金 在A公司的占股比例 是16.67% 那就是我们用1亿元 除以我们这次投资之后 它整个的这个价值 那不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估值条款 其实呢 它一个 就是说 企业整体钱的估值是多少 然后就是 这次投资之后 股权投资金占比多少 两个问题 在这个条款当中 第二个就是估值 调整条款 在股权投资中 比较常见的安排 包括什么 对赌安排 就是说 我们给这个被投资的企业 规定一个指标 或者是一个目标 就说 比如说 到什么时候为止 你要实现多好的 什么样的一个收益水平 如果达不到 那这时候怎么办 投资者会获得 一定的补偿 弥补的是 由于企业实际价值降低 它所受到的损失 好 那么 对于这个 估值调整机制呢 在股权投资金融被称为 估值调整协议 或者是对赌条款 好 出个单选题 对赌条款 或者对赌安排 指的是什么 是估值调整条款 好 那么估值调整 它既可以呢 以条款形式 存在于协议当中 也可以 专门 签一个 估值调整的协议 好 那这个机制的触发条件是什么 目标公司实际业绩 未达到事先约定的业绩目标 或者是发生特定事件的时候 我们要求 对方给投资者一定补偿 什么事件呢 公司没有在约定时间前实现IPO 或者原来的大股东失去控股地位 高管 严重违反约定等等 那就说 它是一个没实现约定目标 第二个发生特定事件 都可以 这个 进行这个估值调整 所以大家把这个估值调整 跟这个对赌 这个对应起来 另外 就是注意它的含义 这个其实相当于说是个含义 含义的话 重点词是 未完成一定指标 然后又补偿 好 那么估值调整机制触发之后呢 由被投资企业创始股东 或其他利益方 按照协议约定的计算规则 向股权投资基金 以现金或股权方式 提供补偿 那前面不是定义当中说了吗 它要给投资者补偿的吗 那什么方式补偿呢 现金股权都可以 那么所以呢 它就有现金补偿类 股份补偿类 其中呢 现金补偿通常通过 形式回授权实现 那么股份补偿呢 通过股东兼议较低的 名义价格 进行股份转让 或调整优先股 与普通股之间的转换系数 来实现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估值调整条款的内容 谋股权投资基金 逆于13年投资A公司 估值条款约定 本调整公式是以 市盈率估值为基础的 那就是我们前面学的 相对估值法 市盈率倍数 这个方法 如果A公司当年盈利 未达到以下盈利指标 被投资方应该按照以下规则 对股权投资基金 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那就说 如果这个案例 它不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估值调整条款 我们一看到关键词 如果这个公司 没达到相应的指标 然后就要给补偿 我们通过这两个关键词 判断 这是估值调整条款 好看一下是 怎么算的 如果说15年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低于5000万元 没有达到5000万 没达到我们事先约定的 这个标准 那这个红司 应该对股权投资基金 给予现金补偿 补偿多少呢 那就是投资总额 乘以5000万 减实际经理润 除以5000万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这样理解啊 就是你少实现了 百分之几的 这个指标 你就给我补偿 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几 可以这么理解吧 因为5000万是个标准嘛 假设说 我实际利润4000万 那你不就是 还有一千万没有完成吗 那你没有完成的 比例是多少 那不就是 这个1000除以5000吗 哎 那你算出这个比例是多少 我就用我的投资总额 乘以这个比例 再给我补偿多少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说对于公式 你看我们几乎 对每个我们所遇到的公式 都进行了相应的分析 也就说你知道 它每一项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话 你把公式整体记录 就不需要去死机硬背 如果你不分析 你就是一项一项去背 到时候不太容易掌握 如果说16年 哎 我的指标标准又不一样了 它的净利润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低于8000万 那怎么办 还是给予现金补偿 大家能不能靠着这个你去想象一下 是不是我应该用8000万减去你的实际利润 除以8000万 它的算法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像这个公式中带入你当年的这些标准和实际数就行了 所以它的公式就是投资总额乘以8000万减实际利润除以8000万 就是把后面这个看成是个笔值这样好理解一些 好17年呢 又高了 低于12000就得给补偿 那就是投资额乘以12000减实际利润除以12000 那么公司股票18年12月30日前 在创业版或中小版成功上市后 当年以及以后年度不再执行投资调整 好 这就是一个估值调整条款 所以大家既概念也好 既概念的时候也不用完全都背下来 要抓重点词能够突出这个名词或者这个条款特点的这些重点词 这样我们在题目中这些词一出现 我都知道它说的到底是哪一项 好 这个图呢 大家下去之后可以简单看一看 它还是在讲刚才那个估值条款所限定的条件 这个我们刚才写出来的这个三个公式 第三个呢是优先认购权条款 那么在这里呢股权投资基金 我对对方进行投资了 我就成股东了 成了股东之后呢 后面有一些条款 跟我的股东身份都有关系 比方说优先认购权 第一拒绝权 随手权 脱售权等等 好 这些呢 应该说呢都是对投资者的一种保护 好 我们说优先认购权 就是说我投资的这个公司 它要是将来发行新的股份 或者是可转换债券的时候 股权投资基金 它将会按照持股比例 注意哈 按持股比例 获得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认购权 这是一种保护老股东权益的利益的一种做法 优先认购权呢 那就是说为什么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呢 那就是如果我不去有这个优先认购权 好你重新发行了新的股份 那进来了更多的股东 我的持股比例相对就会被迫的 被动的就下降了 那就说我的股权得到了稀释 对吧 被稀释了 现在呢 我现在这个避免了这种股权被稀释的这个情况 所以它是对投资者利益的一个保护 通常呢 投资协议呢 它会额外的约定 优先认购权 不适用于一些特殊情 什么情况呢 为上市而进行的首次公开发行 这个老股东没有这种优先购买权 为建立员工持股计划而增加的股份发行 你比方说我得给员工一些股权激励 那我给他这个股权我就得发行这个股份 我才能给他呀 对吧 或者是为履行银行债转股协议而增加的股份发行 什么意思 这个公司欠银行的贷款 他也还不上啊 这个时候双方进行债务重组 双方协商之后说 这个企业欠银行的钱不用还了 但是作为银行对于企业的投资 将来他给银行来分红 这样其实银行的身份就转换了 也就说呢 银行成了这个公司的股东了 而不再是债权人了 那这时候你需要发行股份给他 所以这些特殊情况下 不适用于优先认购权 所以这个也可以出题的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投资框架协议当中 优先认购权的条款 这个其实难度不大 好我们来看 在目标公司合格上是钱 如果目标公司进行任何形式的增资 或者是发行任何新股 或者是可转换为股权的证券票据 例如可转换债券 因为可转换的部分 可转换债券也可以 为什么 你要是发行可转换债券 虽然现在是债券的形式 可是呢 未来持有你债券的人可以转换成股份呀 对不对 他们要一种股份的作为我作为老股东 那我的股权不就被稀释了吗 是这个意思 那么投资人有权但无义务 注意 我有权利 我要是想避免股权被稀释 我就要在同等条件下去优先认购 但是呢 没有义务说明什么 说明不是说你只要发行新股 我就一定必须得去认购 我想认购认购 不想认购我不认购 是这意思吧 好 那么以保持全面行事之前的持股比例 各方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测资本股权的价格条款和条件 应该与其他潜在认购方 他的认购投资价格条款和条件实质相同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认购 注意这个限定 不是说我这个老股东我想认购 我就得以高价去认购 如果出一个选项从这个角度表述 那是不正确的 那优先认购权不适用于目标公司发行的以下股权或者是股份 刚才不是用一些特殊情形 好 现在呢是说不适用于发行的以下股权或股份 其实跟我们刚才讲的一些情形是一致的 比方说我给职工员工一项这个期权的激励计划 那就说三年后这五十个员工我指定的 或者是中层这个管理员以上的等等吧 总有个划分标准 他们每个人有权以一股三元的价格去买我们公司 这个一人买五万份股权 那这种情况下 那你将来你拿什么给他呢 他要行权的时候 那你不得去啊 这个发行这个新的股份啊 对吧 让他去这个买 这个时候不适用 另外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发行的 或者是股票分拆 股息支付 或者是类似交易相关的这些 那么股息支付什么意思 比方说我现在啊 我支付股息 我不是支付的现金 我是股票的形式支付股息 那这个呢 老股东没有优先人购权 是我的一种分配 就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个问题跟我们刚才讲 它不是用一些特殊情形 可以合在一起 并在一起去把握 好 第四个知识点 第一拒绝权条款 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在目标公司其他股东 欲对外出售股权时 那么作为老股东的股权投资基金 同等条件下 有优先购买权 那么关于这个内容呢 我们前面其实呢 也涉及到说 不同类型的这种公司 不同组织形式的这个基金 你比方说公司型或者是合伙型 他们转让股份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限定 对不对 那我们就说到 啊 这个 你像 有限责任公司 他的股东对外转让这个股权的时候 那现有的股东就老股东了 他就有同等条件下的一个 啊 优先购买权 好 那么优先认购权和第一拒绝权 是最为常见的股东权利 这个拒绝的意思 在这里 你怎么说是优先购买权呢 那就说 相当于说 我不同意他对外转让 不同意的话 那我就得把它卖下来 其实也是一个优先购买权 啊 所以这么去把握 好 比方说一份投资框架协议中的 第一拒绝权条款 是这样规定的 目标公司创始股东 董事监事和高管 预向第三人 就是现有股东以外的其他人 出售部分或全部的股权 投资人有权按相同条件购买该股权 啊 这个可以认为是一个 优先购买权 而优先购买权又相当于一个第一拒绝权 拒绝他对外转让 这样理解 但是呢 这种优先啊 这个购买权的形式 是因公司利益 需要向管理团队成员转让股权的情形 除外 好 第五个知识点 随售权条款 大家先对这个字面意思 体会一下 随售权 就是说 这个人 他对外出售股权 好 那我跟着他 跟随 他出售 我也跟随他 一起去出售 这不就叫随售吗 好 我们看什么意思 目标公司其他股东 欲对外出售股权时 股权投资基金 有权以持股比例为基础 以同等条件参与该出售交易 相当于说 你这些股东啊 你们对外转让 你们手中的这个股权 我也随着也转让 我也出售 好 随售权条款 通常是第一拒绝权条款 是同时出现的 好 看个例子 我们就能够更深入的去理解 有一个条款是这么规定的 某股权投资基金 完成对目标公司投资之后 它的持股比例是20% 公司创始人的持股比例80% 后来呢 创始人股东 予以每股5元的价 对于某第三人 就对外出售嘛 出售1万股股票 那股权投资基金可以怎么做 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 就是创始人对外出售 那这个股权投资基金 如果我们结合刚刚学过的 这个随售权的话 那相当于呢 它也可以以5元的价格 对外出售部分股权 出售多少呢 以持股比例为基数 好 当然了 它的选择不止这一个 我们先看 它可以不选择随售权 你出售我不出售 我不允许你出售 优先购买权 是不是啊 你对于第三人出售 不允许 那我来行使优先购买权 我去买你手中要出售的这个股份 因此 它首先行使优先购买权 这是一种选择 当然了 以同等条件下 有优先购买权 所以你对外出售5元 我也花5元 对不对 每股5元的价 购买这1万股股票 可以 第二个就是随售权 你买我也买 好 那么它就是说 我呢 以每股5元的价 向第三人出售 2000股股票 为什么 因为 你一共出售1万股 我按照持股比例的 这个 为基础嘛 所以说 所以说我出售的是 2000股股票 在这个情况下 创始人只能出售 8000股股票 大家注意 一共 要出售1万股 那我现在 这个股权投资金 占了2000股 那创始人只能出售 8000股 这个意思 那么股权投资金呢 也可以同时放弃 行动这两种权利 因为这些权利 它不是说 这个股权投资基因的义务 它不是义务 不是说发生这种情形 你必须得这样做 那么 我同意 你这个创始人 你自己去卖1万股 我不在乎 你就卖你的就是了 所以可以 卖给第三方 也行 所以它是 其实是三个选择 对吧 好 那么在实践当中呢 我们往往对创始人股东 三目标公司持股 规定一定的锁定期 比方说 你像我们对股份 有限公司 发起人 它持有的这个公司的股份 在我们公司成立一年之内 它不许对外出售 这都是可以的 在锁定期介满之前呢 创始人股东 未经股权投资金 同一情况下 他不能向第三方 转让股权 我们可以在 这个 条款当中 有这种规定 好 第六个 反贪博条款 反贪博 贪博就 稀释的意思吧 所以也叫反 稀释 条款 它其实一种价格 保护机制 那么 适用于什么 后轮 融资 是降价 融资的时候 用于保护 前轮 投资者 利益 降价 融资 就是目标公司 后续融资 是 它前面不是 比如说我们股权投资基因对这个目标公司进行过投资了 好 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公司又从其他方引入了投资者又接受别人的投资 但是它第二次融资的时候后轮的投资者认购价格比我们到股权投资基因认购价格怎么样 低 好 那么降价融资呢 通常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为什么 相当于后轮投资者认购价格低 那不相当于我这公司股权见卖了吗 那肯定是经营业绩变差了 对不对 或者是 企业实际控制人以稀释投资方股权为目的来做降价融资 两个原因 那这种情况下 你无论如何 只要你成功融资了 那是不是 我股权投资金我的这种利益就会受到一定的损害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反贪波条款 我们来保护自己的这个股权呢 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 完全极伦和加权平均 那前者比后者能更大程度的保护投资者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完全极伦条款 那就是前伦投资者过去投入的资金 所换取的股权 全部按新的最低价格重新算 那一算 不用说我肯定是你价格低了 我肯定能换更多的股权 对吧 那这个差额怎么办呢 就是我一换算增加的股权怎么办 有创始股东 无偿的或者以象征性的价格 象征性的价格就相当低的价 对不对 向前伦投资者转让 就这意思 也就是说 我原来按我原来一股的价 我没我花这么多钱 我得到这个股数 可是我按低价一除 我能够换取更多的股数 你把那差的那些股数给我 要么免费 无偿 要么就是特别低点价 是吧 那完全极伦的特点在于 不考虑下一轮新发行股权的数量 只是对比的是什么价格差 其实你那个股权的那个数量的差哪来的 那不就价格差引起了吗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注意就是 它的实质 其实是只考虑价格差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么它实际上是用我的投资额 除以这个现在的新的低价 换算个股数 减去我的投资额除以原来你给我的那个价 对吧 它俩之间 好 我算除以增加的股数 你得无偿的 或者你象征性价格得给我补齐了 补全的数量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给它翻译过来 简单的形象的说 就是这么回事 好 完全极伦条款 最大限度保护前轮投资 那么如果说谈判优势明显 多数股权投资因都会要求 使用完全几轮条款 那么在使用 这个认股权证 或者可转换优先股 进行股权投资的情况下 几轮条款呢 会通过调整认股权证的购物数量 或者优先股的转换系数 来保护前轮投资者的利益 那么这个完全几轮条款呢 使公司经营不利的风险 很大程度上 完全由企业家承担了 为什么 你从他的前面这个说的做法上 是不是这个是对企业不利 对投资者有利的 是吧 对这个股权投资基金 有原有投资者 前轮投资者有利的 所以呢 他对于作为创始股东的企业家 有重大影响 加权平均条款 他的做法不一样 加权平均条款 他是把新增出资额的数量 作为反息事实 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就是说 我们说完全几轮条款 他只考虑价格 可现在呢 他除了考虑新增出资额的价格 还考虑融资额度 那么他实际上跟这个完全几轮条款相比 他对目标公司的创始股东更有利 这样呢 更容易被各方接受 那这个加权平均 这个加权是指 考虑新增出资额的数量的权重 一个广义的加权平均条款 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呢 大家还是简单理解一下 这个A 就是前轮投资者经过反息事补偿调整后的 每股新价格 就是我要算算你这个条款下 我的新价格是多少 那现在怎么算呢 就等于这个B B呢是这个前轮投资者在前轮融资时支付的每股价格 那么用原来我实际支付的这个价 乘以后边是一个比例其实 这个C是什么呢 就是新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数 然后这个D是没有降价融资 后轮投资者在后轮投入的全部投资款 原本能购买到股权数量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啊 我原来一股出的是五块钱 那就这个B应该是五 是不是 这个五的话呢 那就说我乘以一个 这个C是这个 现有的股数吧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D 这个D是什么呢 假如说你现在投资者 他投资额 投资额除以这个五 他跟我的价一样 我原来出资是五元 你现在你也按五元 好 除以五 看看有多少股 相当于是这个股数 然后这个股数除以什么 除以分母是现有的股数 还是那个C 再加上这个E E是什么呢 就现在我实际上是一股 是三块钱 好 你看 那我加上这个新的投资者 他的出资额除以三 是不是他换算出来 那个股数就多了 这个我用原来的价 乘以这个股数的比例 换算出一个新的价格 就是这个A 所以你看任何一个公式 我们都要对他进行 进一步的分析 知道他的分子是什么 分母是什么 除了之后又是什么 然后又乘又什么意思 这样去算 相当于他又是乘一个比重 一个比例之后 换算出新的价格 这个意思 好 比如说 看个例子 某公司在融资前 企业加持股数量是4万股 前轮投资者 以每股2元的价格 买了1万5千股 后轮投资者 以每股1元的价格 买了1万股 好 那么现在我们说 在完全极轮条件下 企业家要向前轮投资者 补偿的股票数量是什么 那么他如果出一个单项选择题 问补偿的股票数量 你要先想 那补偿的股票数量是什么 是由于价格低多出来的那个股数 是这意思吧 所以实际上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啊 我现在呢 我不是过去买了1万5千股吗 哎那我乘以2这是什么 这是我原来的投资额 对不对 我用我的投资额除以现在的低价算出什么 算出来按现在的低价我能买多少股数 我能够得到多少股数 可是我实际的股数是1万5 那这俩一减不就是我超出的股数吗 增加的股数 增加的股数是1万5千股 那怎么做 完全急轮的话 我们刚才说 要么企业家把这个1万5千股无偿的补给股权投资 要么以相当性的低价给它 是这意思吧 也就是股数差 假设说我们是用加权平均的方式 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这时候套刚才那公式 相当于说 这个是原来我们刚才写那个币 就是我原来的那个出的价是不是 哎我作为股权投资基金 我原来一股花了两块钱 然后我要乘一个比例换算出 我现在按多少钱 那就是说 5万5是什么 是这个 原来企业家持股 在股权投资基金没有投资之前 本身这个企业家有4万5 然后呢 股权投资基金又买了1万5千股 那总的股数那不是5万5吗 好这就是说 现有的股数5万5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5千 这个5千是什么 是假设 注意啊 假设 他不是买了 这个1万股吗 要按2元买的话 这个加 好 这个不是他买1万股吗 1万股按2元的话 那相当于说 2元买1股 他想买1万股 那其实呢 2元买的话 他只能买5千股 对不对 比如说假设按2元的话 哎他多少股 然后呢 还是这个分目用现在已有的这个股数 加上呢 他现在按1元买的话 这是按1元买 他能买1万股 好了 那这也就是说 这个其实就是没别的 就是套的这个公式 是不是 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一出出来一个比例 然后一乘以我原来的那个 我自己实际出的那价 等于呢 我一换算这个价是不是低了 1.846 1.846的话 我们算出这个价格是干嘛的 相当于说 我原来的投资额 一共是多少 一共是 1万5乘以2 我的投资额是3万 是不是 那我原来3万 我要是按你现在这个新的价的话 那我能得多少股 肯定比我那1万5千股多吧 对吧 好 然后呢 用这个股数 减去什么 减去我原来得到的1万5千股 那个差 相差的那个 这个股数 还是你企业家应该补给我的 是这意思吧 所以说算出来 还是和股数差 1250 也就说呢 我们总结一下 以这个例题为例 大家通过这个一个例子 我们分别用两种方法 完全集论法 加全平均法 分别算出 你应该不给我多少股 通过这个计算的过程 大家再熟悉巩固一下 我们前面讲的文字也好 公式也好 好 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单项选择题 是不是 那如果说出个单选题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审清题 到底这个题要求我们是用 这个加全平均法 还是说完全集论法 来计算那个股数 神号提后 马上想到在这种方法下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公式去算 就又回到我们前面给大家讲 凡是遇到计算题 那个整体的思路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